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假期已经尾声 尽管A股是否会出现 红十月还不得而止 但是爷妈才听确切的了解到一位深陷淋雨的资本市场大佬 许祥的近况 我们独家对话许祥的妻子英莹 了解许祥班的最新进展情况 许祥因没法而深陷淋雨多年 江湖却仍然隔三差五的流传着他的故事 2015年11月1日 许祥在杭州跨海带桥归案 2017年1月23日 他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 罚募款和计超过200亿元 时隔接近三年 这期间 在许祥家人中 只有其妻子英莹能去清岛监狱探望 近期 连马财经偶然获得机会成功约绑到许祥妻子英莹 就许祥近况 添加罚募款后续等个班关注桥点问题进行了详聊 每个月都去清岛监狱探望许祥连马财经 近年来外边一直很关注许祥的情况 他现在怎么样 英莹 目前许祥还处在清岛监狱正常复兴阶段 有空也再阅读一些书籍 只是许祥本人因为面临各方面的压力和比较多的想法 此生情绪比较差 身体不是特别好 严马财经 许祥案之后 泽西资募基金公司是什么情况 英莹 2015年11月1日后 泽西公司的银行账户都被冻结 公司公章 电脑和财业品证等被查封带走 导致公司无法正常经营 员工的工资及公司所欠房租等应付款无法正常支付 现在 我们还在向人民把愿努力争取中 相信会妥善解决的 严马财经 这三年来 你主要在做什么 英莹 我主要是围绕家里在做事 照顾家里四位老人以及孩子 每个月还要去清岛探望时祥 在目前情况下 家里只有我能会见许祥 许祥没有兄弟姐妹 照顾老人是我日常主要的事情 许祥出事后 许祥父母和我们家庭名下 所有的银行账户和资产 包括股权和房产等都被查封户冻结 这其中也包括我父母的唯一住房 在那之后 老人们情绪波动比较大 身体也都不太好 我父亲还长期住院 严马财经 家里老人情绪波动是什么原因 因因我们家庭的资产在判决前都受到查封 扣押 冻结 有一些属于合法资产 这些合法资产是我们家庭 即我和徐祥夫妻共同合法财产 老人主要对这些查封有看法 徐祥案判决书中已镇定徐祥的全部为法所的军律追缴 其他财产都是合法财产了 根据法律规定 这些合法财产应当返还给我们家属 并对夫妻财产进行分割 案子的很多后世问题处理 给我带来很大的压力 压力来自徐祥父母和一些朋友 严马财经 你的压力是来自哪里 因因有一部分压力来自于徐祥的一 些朋友 这两年 徐祥的很多朋友都找到我 他们因为徐祥的安寿的牵连 资产受到冻结至今也未能解封 我和徐祥都很内疚 徐祥的这些朋友曾多次到清道市中级人民法院 要求对机产进行申别 目前还没有得到解决 然而 我却不得不时常面对这些朋友的质问 我也表示理解 毕竟大家都日子难过 特别是2018年1月份以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一号文 关于充分发挥审判之能作用 为企业家创新创业 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通知 以后 这些朋友来找我的次数就更多了 他们都希望通过我向法院申请 依法保护他们的合法财产 我只能极希望于清道市中级人民法院 能尽快完成资产甄别工作 把涉案的无关资产尽快解封 野马财经 除了这些压力 还有其他的压力吗 因年 还有一部分压力 主要是虚想父母方面 众所周知 许祥的财富主要是两个阶段积累的 第一个阶段是在宁波做股票 第二个阶段是在2010年左右 泽西斯木基金成立后 在许祥财富积累的第一个阶段 及他90年代念书的时候就开始做股票 那时候都是他母亲正速挣出钱 这都是有证可查的 在泽西斯木基金成立后 许祥母亲只是泽西斯木基金的LP之一 许祥是泽西的GP 许祥出事后 其他LP的资金基本都赎回了 许祥母亲正作真的资金却全部被查封 许祥父母对此很有意见 他们希望我能跟有关部门反应 他母亲年纪大了 很固执的认为 许祥最早炒股的钱 就是他个人的积蓄 这些年一直没有分割过 现在资产都被查封 冻结了 那属于他的那份资产去哪里了 他一直要求我就此向保院申诉 迄今为止 许祥留出的第三张照片 希望能尽快真别和公平对待 佳人资产也码财经 现在查封的资产有多少 因年到目前为止 我没能统计实际 遭到查封的资产数额 按照当初有关部门统计 是足以覆盖罚款的严马财经备注 许祥被没收违法所得于90亿 并处罚近110亿元 只是 当初查封资产大多是金融资产 这几年不是地迷 现在我们家庭和许祥朋友的资产都遭遇贬值 学乡案的判决下达后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曾表示 会对查封冻结资产进行甄别 我们希望司法部门 能尽快甄别和公平对待家人资产 我们也都相信 在一把治国和保护企业家财产权的今天 有关部门会及时解决我们的诉求 也码财经 现在都有哪些资产需要甄别 甄别工作进账怎么样了 英明 需要甄别的资产 除了我们家庭的资产之外 还包括许祥朋友的一些资产 目前还没有进一步的结果 许祥早年做股票时 母亲郑素贞的出资 以及泽西斯木基金中 郑素贞作为LP的出资 目前都被无差别的查封 冻结 此外 许祥的一些朋友这些 年来也有自由账号在炒股 很多股票的买卖与许祥没有关系 只是由于与许祥认识 导致案发后账户都遭到冻结 作为许祥是按查封资金的一部分 他们的资金也无法取出 也码财经 自产生别工作的进度 对你们家人和许祥 对这些朋友产生了什么影响呢 英明 一定程度上来说 负面影响肯定是存在的 学校父母是道行科技和明波中百的第一大股东 公司受到影响比较大 比如 道行科技是一家质地优秀的高科技公司 由于大股东权益遭到查封 虽然管理层努力经营 但是公司的业务拓展 还是受到一定影响 再比如 因为大股东股权长期被查封 今年上半年明波中百 发生股权之争 这让公司管理层不得不耗费大量精力 影响到了公司的发展 同时也影响中小股东的利益 野马财经 对于许祥案 你还有什么期望 英明 我们希望 也非常相信人民法院会秉公处理 尽快真别和公平对待上处查封 冻结状态的合法资产 我们希望许祥早日归来 请不吝点赞 许可抒订阅 转发电话